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能这样说 我可以将它视为你对我的肯定吗 能与你这样的良友相识真好 那就让我们重新回到眼前的风景中 在离开之前 再多看看这里的风和月吧 四周自然的声音安逸 可以放心了 好 你想到些什么了 起伏跌宕 却也不需此行 北斗大姐头和船员们要是问起来 我就讲讲船林和松鼠吧 至于新朋友们的故事 还是留在各自心中 一段旅途的结束 也是下一次旅程的开始 你对这一点是最有感受的吧 只要走在路上就好 和你一样 我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假日要接近尾声了吗 行啊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说来也是扫兴 这几次一有大事发生 我的水沾盘就会变得不太正常 简直像有意组织我窥探结局一样 等等 你会这么问 该不会也是想调侃这一点吧 假日要接近尾声了吗 行啊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我正好想问你 当你看到那片星空的时候 内心有什么感想吗 是 是吗 毕竟我是伟大的天才占星术士 幻境当然也得气派灰宏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还是听到你说话才反应过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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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啦 你这家伙 故意的吧 我认为你做什么? 假日要接近尾声了吗? 行啊,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虽然最初是被菲谢尔连拓带转喊过来的,但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啊。 见证并守护大家的命运,的确是我想做的事。 谢谢。 倒是你。 你也辛苦了。 期待下次和你继续合作。 我们会变得更有默契吧。 假日要接近尾声了吗? 嗯。 离开这片海岛前,再多多享受一下吧。 我应该变得更加多了。 我已经看了。 我应该变得更多了。 我应该变得更多了。 我应该有疑问。 跟他们分享这次的冒险故事 说不定还能给云锦的离乐戏创作增添点灵感呢 至于香菱嘛 在我说起做饭话题的时候 肯定就会帮着出主意了 你知道的 他最专业了 肯定懂很多 类似不用炖锅也能做出好菜的方法 我想向他学一点 在新朋友有空来玩之前 得多练会及到看家菜才行 哦 烤井瓜也安排上 又有了新的作曲灵感 好啊好啊 我非常乐意 这次在幻境中没谈摇滚 是不是让你有点遗憾 唉 听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摇滚是我的最爱 这一点从来不会改变 但音乐也是情感的载体 比起单纯抒发自己的感受 我判断那样的形式会更切合场合 嘿嘿 也不知道他的驻场演唱顺不顺利 欠了他那么大一个人情 回头得好好感谢人家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又有了新的作曲灵感 好 别累着自己喽 我给你避免了 不会 别累下来 我让你避免了 我给你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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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可以 本皇女赐你提问的权利 哦 你已经见识过圣国的戏剧了吗 不必吝啬称赞 那景象确为世间独有 小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到你的点评了 哦 哈哈 是本皇女最忠实的护从 自然可以 本皇女赐你提问的权利 其为优越净土盛典 切勿使之破损沾污 哼 那就好 在小姐心中 这也是见证这次旅途的宝贵纪念品 你的重视令她格外高兴 哦 字 不需要翻译到这种程度 哦 字 不需要翻译到这种程度 哦 哈哈 是本皇女最忠实的护从 自然可以 本皇女赐你提问的权利 本皇女此番君临净土 见得这般欢庆盛况 很是愉快 我行遍万千世界 自然也知道 宴席总有散场之日 于是我 召告子民 本皇女尚在巡礼之中 还有远方的护从需要帮助 和大家告别的时候 小姐都哭了呢 哦 字 我都说过了 只是无礼的杀进入了眼角而已 哦 哈哈 是本皇女最忠实的护从 欲无命运交错之人 在此乐土畅游吧 在此乐土畅游吧 还有四个人能不能够 我不认为